大家好 这是正在为今天素材质量发愁的UP主自由席舞 第一把选了沙漠科地主 沙漠科这个武将现在我看来还挺强 你看 这上了 上了麒麟宫之后再出的一张杀 我现在摸了五张牌 不管怎么说 沙漠科的过牌量是很恐怖的 然后再赶紧换回1K 这样的话我回合外 你看到他杀我我出杀 他南蛮我出杀一样的可以摸一张牌 沙漠科回合内回外还都是有能力的武将 对面神六倍这个人其实挺有意思的 我虽然说他 我说实话啊 神六倍包括董卓这两个人虽然都有负面剂 他们称一将董卓就能活多少回合 活六 活神 反正你董卓是有负面剂崩坏了嘛 而神六倍的能力 神六倍12轮必定要死 但是你说斗地主线结束这么快 谁能称到12轮呢 所以说其实神六倍也是可以用的 但是他负面剂实在太多了 你像他火杀 他回合 他在羊的回合 他火杀我们 因为他锁定机要把我们连上来 他自己还要掉一滴血 此外呢 所以他就不敢轻易的火杀 此外呢 他一直要铁锁我们嘛 他铁锁是锁定机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们手牌上线还增加了 这一轮这个呢 三票气强地主 对面两个武将都不弱 而我想了想一开始决定直接把金黄盖打死 这有许优的能力嘛 许优可以根据对面的武将来决定自己的打法 你像如果遇到两次害我就多刷点防御牌刷点装备 你像遇见这两个 那必须得 你看呢 金黄盖毕竟对我有威胁 而接生伤又可以很快让他回复状态 对付他们两个不能脱 所以我直接第一轮 你看所有牌全都是杀 全都 然后把金黄盖打死 我还控了孙二将的拆 结果他其实都没什么用 因为我没牌了嘛 好久没有放自己去易主了 因为我后来觉得没什么看点 开始刷个OE几乎碾牙 但是对面这两个人其实挺不好打的 首先不说成玉 先不说曹王 我就在杀成玉 你看我第一刀杀成玉之后 他就没有办 我就没有办法再打他两滴血 我好在第一滴万剑 第二张九杀 直接打草成玉四滴血 依然没有 再补一张杀 依然没有打死 我好在呢 这一轮又来了张杀 这曹王再给成玉补给 也是掉他两滴血 除非呢 他突然给一个腾瓶甲 那时候倒了血雷 然后我也说过 谁挂的闪电神IP 这个道理到今天依然没有变过呢 菊兽 今天好多地主啊 都几乎都是进攻型地主 菊兽的进攻能力 那还毋庸置疑 一开始有张乐 想着要把张风乐上 哦对 今天你给别人献花 你可以和那个人一起得一个 红包 红包我记得的话 六个红包可以开出三十多斗子 不管怎么说 打的时候呢 就限一下 我觉得也是个好东西 你看呢 第一轮 在这种状态下 不仅过牌 还有加一马 我状态也起来了 然后通过一些牌序 牌越打越多 直接把张风带走了 这他没有把我的万键 真掉的话 说不定可以把王毅 别毅回合带走 那不得不说 狙兽能力真的很强 当然 当然这也只是 换句话说 就狙兽的对刷牌的要求 真的很高 借孙权啊 这里他们场上有张无蟹 我先告诉你大家 他们有张无蟹 但我开无中 他们没有无蟹 我如果是对面的话 有我肯定无了 你看 七让牌的孙权大致风 你说这一波出好牌的概率多大 谁顶得住 接关羽想的可能是 他不想让我勒他 因为关羽确实从某种程度 他说克制一下孙权 他到孙权打牌 孙权挺难受的 但是呢 我没有打中克 我打中直接把他弄死 这波我随后不管怎么说 接孙权在我无中 还是得无蟹一下 再来吧 没有什么看见的狙兽 呃 曲艺就是看得爽一爽 我也好久没有放曲艺的视频了 这里有张勒 怎么办呢 因为有无蟹 所以我打成大胆的乐曹城 第一轮把一个 我觉得打死他们两个 肯定都挺难的 所以我选择打残一个 然后 但是我又不可能 还比曹城多太多嘛 不然周瑜一个反击我 那头大都头多大的 当然 如果刚才那一轮 多留了一张杀的话 说不定能把周瑜一起带死 你看他这种杀味道 他直接反击我 才做掉两滴血 这要是没来杀 他再反击我一下 其实还挺危险的 不管怎么说 周瑜从某种程度 还小刻一下 趋役 还有一把趋役 把细致财和曹昂都卡住了 包括曹仁 曹仁从某种程度 趋役也刻趋役 但这把其实不好打 大家也都看到 对面的张让 我只能在张让的爆发之中 狗活下来 不过好在一点 就是这个三号元素 他替我挡了几刀 你看他互相送花 互相送红包 这肯定不亏嘛 然后一张闪电给我 这时候排数上来 其实还是有点可怕的 你看这张万剑 他如果元素 如果张让的牌比较少的话 就一下子掉了很多血 我觉得张让砸这个蛋 我不是很能理解 你说元素的牌本来就已经不多了 你自己刚才一张顺一张拆 估计就是刚才他自己手上牌 想找一张杀 没有找到 头都是大的 一张决斗 该无就无了 这里我知道张让想干什么 但是 我万万没想到 他直接一个九雷杀了过来了 可能因为他没有东西了 他做的也没有错 正好我剩一滴血 九雷杀 再找一张进攻牌 张让就赢了 但是天不如人意 还是 卖队友这种行为 是要遭到天诛的 你说他剧本都写好了 可惜最后来的牌不太好 一把狙兽主 狙兽主这把就是单纯的 一开始秒了一个 单纯的秒嘛 你说这一开始有张 AK还这么多 相同颜色的 杀那多爽 一把杀 一再一张杀 我还以为这里能把王毅直接秒掉 可惜没有 而这个王毅从某种程度来说 他现在摸的牌比我还多些 你看他一回合 他如一滴血的时候 一下摸两张牌 再加两张牌 四张牌 加上自己本身要摸两张牌 六张牌 其实他还是算有能力的武将 当然啊 他是不动白 然后他自己 我刚才想着 我自己一张闪两张杀 他连能告诉我 结果他反正要掏出一张火攻 不过无所谓啊 两张杀 直接把他带走 就结束了 张让打四害 之前也说过 张让在对付那种 优势型或者进攻型武将 如果一轮没有搞掉的话 张让有很大机会把他们推掉 但是对付曹宋这种 真的不是张让的擅长的 对付张处好还好说 但对付曹宋 你可能越打曹宋 他的牌越多 然后我打算第一轮直接 就这样一张一刀一拆 然后火攻就看了正好这张闪 如果他不是闪 的话我就直接九杀过去了 就过度利用了一些曹王 可惜啊 没办法 对面就是一张闪 他也没 但是单张杀我还是不想杀 有九杀还是打三 嗯对吧 九杀那曹宋苦不开言呐 可以说啊 对面这个也是关键挺高的 然后当时没有抢三倍 然后杰星决斗 把自己 我猜曹宋手里杀蛮多 我就决斗这样的话 可以把曹宋手里杀搞掉 然后这时候再有九杀再打 因为刚刚曹宋拿的牌 都已经确定不是闪了 可是我最后手上就四张闪 那也只能伤我倒霉 但就算手里是闪 依然有南蛮可以 对吧 哈哈 我觉得曹宋估计就难逃那一截了 刘奇加张松 这我当一开始刷了一张 有无限个桃子 我想着可以保一下张松 结果没想到这个吕布呢 运气也很好 我也没有想到他会先打我 我是吕布 我肯定先打张松 而且他吕布还是有乐的情况下 他先打了我 我有点头疼啊 但不管怎么样 跟说过跟吕布 就不要想着狗了 能抱一定要抱 这张松这时候吊仙了 可以理解 一张直接把马拿过来 该杀还是杀 说过跟吕布就不要想着狗了 能抱肯定要抱 那吕布此时手上就揣着一张桃子 怕被别人把拿过去 不是怕被乐吗 可以理解 一张火攻掉一滴血再杀一刀 直接把桃子吃了算了 张松这要死了也没办法 一张武器也死了 张松死了我们就光明正大跟吕布单挑 但是我说过刘齐这武器不去排 我们就回一点血 但是试着明示错的 我刚才要是没有回那一滴血呢 就直接说不定就把吕布秒了 不过问题不大 最后来了张南蛮 也只能说这个是纯属的运气好 然后这是今天我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这个投稿第一把我觉得还是挺有参考性的 怎么打 打吸尺财还有一种打法 就在你确认它没有闪的情况下 两张武中正好马带两张乐 那是真是头疼 然后来张铁锁 直接九杀吸尺财 大家这时候算下吸尺财要掉几滴血啊 首先火杀吸尺财本身掉两滴血 然后吸尺财因为他刷了两张武器 所以我大可相信吸尺财可能没有逃 火杀吸尺财掉两滴血 九杀吸尺财掉两滴血 吸尺财传导到吸尺财身上 吸尺财掉两滴血 吸尺财跟着又掉两滴血 所以一下吸尺财掉四滴血 说不定就打死了呢 事实证明猜的没有毛病 然后正好又一张乐吧 吸尺财乐上 运气很好啊这一把 也只能说这把确实运气 主持人说当时都想放弃了 正好吸尺财两张无中 碰上吸尺财两张武器 那这把能赢也说运气蛮好的 来一张铁锁 又是先数陈琳 陈琳这个武将总是办 总是能破一些正常情况下破不了的局 尤其在遇见曹春 这种四血武将的时候 陈琳很难受啊 这是没毛病的 但是他花了一种 用了一种办法 把曹春给打到了一滴血 打了一滴血 这样就可以送辞曹春一下 然后再反手送辞自己一下 直接把曹春给秒了 我觉得挺 我觉得这波的不错 反手比伐一下看泽 直接带走 神力盟主 神力盟主 说实话强度不是特别高 但是在我观察中 我感觉比李锋还是强一点 比不上马良 比李锋强 但是比不上马良 比张松弱一点点 跟张松差不多 我是这么感觉的 然后第一轮直接把庞德锋打死了 这就是神力盟的能力 他可以看 攻星这个名牌技能 从某种程度来说 真的很就很 对别人而言就是很大的克制 他孙权手上有张武器 我们就把拆留一轮 把顺留一轮 这样的话 拆就可以用了 但是孙权其实应该也知道 我们有张 顺 这又是神力盟的负面技能 就是射猎这个武器 能让你摸到什么牌技 是对别人是可见的 直接一张 一张借刀 杀过去拍下去 血斗 带走 神力盟能力还是有的 不管怎么说 明牌打牌让自己很安心嘛 王姬主 这把王姬主 我记得好像有些处理 不是特别恰当的地方 到时候我会指出来 哦 这里不是这把处理不恰当 正好我想说这把 这把怎么玩呢 先 你看这张勒还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这张无了 无了之后直接把华图勒伤 然后这样的话 又不把华图打死 就把华图打了一滴血 之后把它勒伤 这样他就只有一张桃子 但你刚才如果再继续杀的话 你在相当于耗他手上桃子而已 没有什么用 这样南门一开之后 曹瑞肯定给华图挥拖 结果正好没有 华图没死 没办法 结果这时候曹瑞 我这曹瑞我肯定明剑 至少我是肯定明剑的 这些找张杀 找张杀 找张杀并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好在一张乐乐曹瑞 一张冰冰华图 让他们两个也基本上没什么用 然后 这就喜闻乐见了 一刀 一刀九九九 动 一刀剁了华图 然后打曹瑞 就 反正你也输过 曹瑞这个武将和四海最大的本质 在于他挥拖虽然是个防御技能 但他并不是那种 你打他要付出代价技能 假如你打个曹冲 你杀曹冲一刀 他可能摸一张桃子摸一张杀 那他相对摆掉一张杀 你还自己消失用了一张杀 但是曹瑞你打他一 打他一杀他一刀 他最多就毁一滴血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找张杀直接把曹瑞带走就行 挺好的 这一能赢全靠第二轮曹 曹瑞不明剑滑脱 一把黄盖 黄盖带 不对猪带黄盖 先换一下我的皮肤 然后对面张春华 这张春华如果在场上的时候 黄盖就成了死亥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孙策又和曹冲和西 和曹冲啊 国家不太一样 就是本来张春华打孙策 打曹冲和国家是 曹冲国家卖不了血 但是孙策不一样 孙策可以觉醒 孙策负面其实在这时候体现的 你看 红杀他也可以激昂 你在杀他就觉醒 不过孙策打的确实惨不忍睹啊 我说孙策我肯定不 还是不动张春华为好 但我怎么说 这个孙策嘛 还是有想法的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能不苦肉 就不苦肉呗 让小霸王跟他耗一会儿 然后我们就囤牌 找机会把张春华一搏 这是没有任何毛病的 孙策想想九杀 但九杀其实并没有什么用 江东小霸王孙伯一张杀 先雷杀孙策一刀 掉张春华一滴血 四张杀 看你死不死 张春华同志 还是有 这是妨盖遇见张春华打法 你既不可以卖队友 又不 又要在这种情况下 保证自己的虚报 李绝这个武将 他还是挺强的 因为他狼席 当地主的时候 基本上都可以用 但是你说他遇上董卓 这多戏剧性 你看这 你看这董卓 然后你看每回有九杀 要不是李绝自己的闪多 你看呢 一个刘备可以稳定打出九杀 一个董卓也可以稳定打出九杀 你说要不是 如果不是李绝摸这么多闪 其实是很难扛住的 所以其实我是 你看这董卓 这到两回合也才七上限七血 他崩坏其实对他影响没有那么大 但是他能稳定打出九杀 包括他自己 你看他存牌也存得挺多的 所以我在我看董卓其实是个不错的武将 你说是不是 你说这要是这一轮 哪一轮少了一张伞 少了一张伞的话 那董卓直接把我们推了 你看这两个人 每个都给我们来一下 你说这都难受 主持人要做的也没有毛病 把他们两个距离拆了 距离拆了之后 他们就没有办法 对吧 但是你看我们这时候 已经只有四点体力上限了 我们比董卓崩的还快呀 直接说吧 这一两张伞得把刘备带走了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然后把董卓乐一下 不得不说董卓还是强啊 你看这九杀一死 九杀杀上去 我们这多难受 拿过来 我们这时候就三件体力上限了 但我们这时候 如果没有来这一张伞 我们直接输了 大家都看到我之前 有一把曹昂带着董卓打张春华 说真的 我觉得董卓这个武将不弱 我还推荐大家选 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武将 这即将放一把 我今年见到过最菜的跳棋 就是这一位 大家可以细数一下 他有哪些问题 首先选郭家本身就是一种坑人的行为 然后看你拿满 绝对的坑人行为 这一张顺给了郭家 一张吴冬也给了他 一张连起来之后 直接回来说张春华只为 让郭家多卖一滴血 然后郭家呢 不懂我们 完全不知道 两张牌 一张牌一张牌都给 可以有更高的收益 但不管怎么说 打的爽 还是该爽爽 还是爽爽 我们这边做的没有毛病 然后 我们想让张春华回一滴血 让他不至于大爆发 结果这个郭家不懂了 算了 只能说遇到这种队友 只能算是倒霉 但是这时候 这时候做的也没有毛病 先用菩萨再雷沙 先雷沙再菩萨 不愧是你 所以说 逾人这种队友 就算有这种猪 马良也能带躺 说明马良的强度 还是有保证的 然后是一把非常 在我看来非常混乱的戒曹人 没有选沙漠科是好评 农民在地主直接抢三倍的时候 那种情况下农民尽可能选一点 有防御的武将 而且这位已经说过 借曹人图摸鲁城 来说小克区域 因为借曹人回合结束之后 他手牌是很多的 这样区域不能 不能直接三 叫什么 不能直接一刀两三 才出发交辞 你看呢 区域最多也才无血 区域最多也才五张牌 但我们自己是七张牌 我们 手这一轮相对好打一些 不练师咋个烂 不是很懂为什么 我说实话 这把看得特别的懵 一张刀子拆了没有毛病 然后顺也顺不到 兵也兵不到 对面区域就直接哨马出城 不得不说厉害 然后我知道主持人在想什么 主持人想直接火杀 火杀蔡文基 火杀不练师 说不定可以补给一波 同时让区域一下掉好多血 但是蔡文基 不练师自己做的事 我当时看到他一张火杀出去 我自己都懵了 哇 伤敌 伤敌八百自损一千 不愧是你 你就是张初华的后继人 然后主持人 这里留这么多闪 也没有毛病啊 因为区域这时候 因为这不是区域 这是个上了马的区域 所以说区域这个武将 就永远不要想着上马就行 然后我是主持人 我会考虑先把区域的距离下掉 我是区域 我是主持人 我这时候肯定会 哎 头都是大 你自己看到 我这时候肯定拿刀子 是 他这一轮拿刀子 拿刀子给他拿下去 然后想办法把他的简易码和帐八给挪过来 简易码不能挪 这是没毛病的 简易码 我们如果有了简易码区域杀我们又是强重 不能不挪简易码是没有毛病的 但是这一轮我们为了一下子打输出 必须得上简易码 没有任何毛病啊 最后一轮把区域带走了 整个虽然看着有点乱 但其实仔细想都是符合逻辑的 主持人要打的也是有想法 没有任何毛病 一把鲁芝带猪 现在是谁是个人就可以带猪了 反正 鲁芝遇见就未严 鲁芝自身未进有一张闪 那是杀我们一下未进一下 至少不至于让杰伟员白条 这样男闪肯定要开啊 没有毛病 因为李峰这个武将 他是可以把自己的手牌盖下去了 盖下去的话他这样少一张手牌 我们是可以直接 亲中的牌子可以给李通的 让李通卖一下 没有毛病啊 然后杰伟员可能觉得李通没逃了 直接没有闪了 就直接把牌给李通 然后我们该打就先打未进的一刀 未进的一刀是肯定要杀的 然后杖八的一刀杀的就有点亏 杖八就没有必要杀那一刀 所以我们直接考虑未进的一刀 然后把剩下所有手牌给李通 他可以自己回合外卖的一张牌 再加上就反正一轮就可以把杰伟员带走 一把法术黄云 借黄云还是 但是借黄云毕竟能力还是稍微弱了一点 带着四海打曹春 看到这个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了 不过我是主持人 我可能会考虑拆藤甲之类的 在主持人家去拆了AK 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事情 但是大家看到拆负拆 不得不说还是你厉害 一张火攻 所以我今这两天的曹春好像基本上都死于藤甲 我记得 这边曹春你解不他 但是 你看他一张杀 杀我们 然后凡手拿给曹春来一下 然后一张火攻曹春死了 曹春死了 曹春死了不要紧啊 你就是被拿来献祭的 一张拆一张无中一张九杀 带走 确实是法术啊 法术狂云 两把戒孙拳 是主吧好像是 没有选貂蚕 选戒孙拳听奥平的 戒孙拳遇到马良 只要知道马良是个优秀进攻的武将 但是我们的 马良 我们刚一开始顺他的手 马良为了保自己的手牌 他肯定是想办法 要无就无了 无就正中下怀 就乐了 就把他乐上 没有任何毛病 再找一轮 全排之痕把马良打走 打死 就算是中瑶这么强 刚想说中瑶也没有把马良拉回来 结果是 结果是证明 我印象可能不太好了 记忆可能不太好 全排之痕继续找输出牌 把马良打死 没有把中瑶打死 有一点可惜 不过 打中瑶嘛 问题不大 一张杀 一张兵 再杀一刀啊 大哥 算了 不管怎么说 这一手都已经很稳了 一张拆 一张万剑结束战斗 不得不说 借孙拳 我之前也说过就是 你自己的将是自己决定的 将是根据 你之前看到三个人的关键决定的 但是以真正的打法 是根据对面选的将决定的 而不是根据你自己的武将决定 当然对于某些特殊武将 那还是该这么说 你比如区域刷AOE啊 虚龙刷AOE啊 这一戒孙拳的打法就是由对面决定的 看见对面有个戒黄中 直接想办法把戒黄中打残之后贴冰 戒黄中如果冰过了之后 他是没有办法强中我们的 没有办法强中 他手牌就少嘛 没有办法强中我们 结果 说了三秒没有办法强中 结果连续强中两轮 属实尴尬啊 一张过了 这一张拆其实不该拆 这样的话黄中手牌是没有你夺的 你说这时候要是黄中突然掏出一张 一张火砂那多尴尬 不过好在把黄中秒了之后 跟甘霖单挑 没什么毛病啊 这两个武将 这对面两个人说实话 有点克森前 一个是接黄中一下打凉过去 一个是甘霖把你手牌拆光 你没办法大致横 一张顺 两大砂带走 不管怎么说 这个还是赢得取得战斗的胜利 而且对面运起来确实挺好的 许游这把是什么情况来着 我不是太记得了 刚才那把许游可能没有那么精彩 我就没有放出来 反而我换了放了一把华佗 事实证明啊 华佗在遇见趋役的时候 他还是有足够自保能力 因为他不管怎么样 他是桃子很多嘛 你说像华佗一样的 还有神道云 但神道云毕竟只有两滴血 被趋役打两血也是很疼的 不能愉快地卖血 但是华佗就不一样 华佗自己一张红牌就是一张桃子 然后这趋役呢也果断的上马出城了 没有毛病啊 这里说要我说要我是华佗会怎么打啊 我会直接暗示借关羽拿我们的牌 我会直接暗示借关羽 直接换皮肤 这时候就应该 就应该做这个事吗 这时候就应该做这个事吗 你自己看 借关羽打不到区 这时候不就应该按 换个皮肤暗示一下他吗 然后把自己的 这么一大一张方块杀给一下关羽 然后这不就直接可以一刀把区一剁了吗 这就是我觉得对这把素材唯一不满意的地方 整体 好吧整体亮点也没有那么这么的高 你就不能就皮肤暗示一下 你看这暗示关羽一下这多舒服 天哪 幸好关羽之后摸到距离了 不然这把 这把 结局如何还不好平定了 一把戒关羽 戒关羽 前军一发之际突然 突然双杀 就看你们看就行 首先注意到去居兽 居兽农民说实话有点弱 他这张闪就不杀了 他肯定会是不闪你的第一刀浪费你一张杀 第二刀你也打不 他就闪一下 你这样的话浪费两张杀 他也打不了一滴血 先万剑没有 先万剑 然后找居兽要下牌 直接剁他两刀把他打到一血 但是我是主持人 我可能会考虑优先打竹林 你看这竹林一下子炸了一张基本牌 一下打我们三血 这个多疼 这张火攻要火攻中了 你只能说 你确实很倒霉 然后反过来再一举一下竹林 结果他这可能正好摸到两张黑牌 那只能说你运气太差了 一把孙权主打得也算是挺难的吧 孙权主单挑曹仁 曹仁的话我觉得其实本身就没有那么好打 尤其对面还有个小虎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突破口感觉小虎嘛 不管怎么说先把小虎打死 小虎他发动止息 对孙权而言本身其实不痛不痒 因为有曹仁在我们本身 这装备牌都用不出去 这样把锦囊牌都用不出去 我是孙权的话我肯定全排这人找杀 赶紧把小虎打死 我也不知道怎么评论 但是整体打的其实也没有毛病啊 一张闪一张逃保证自己的血量生存 这样至少不会让小虎把你一下子血量压低 然后突然你也出不了什么牌 这说实话其实也没有什么毛病 要杀 然后全部还找一张进攻牌 反手炒人家打张无限 可能他没有逃就小虎了 该打无限就打 然后一张虎一张九杀 那是真的疼啊 有陶先吃 你这一回合你能用的所有牌除了陶以外 就只能用一张 所以有陶先吃没有任何问题 一张雷杀再补一张杀 把孙主小虎带走之后跟曹仁单挑 说实话不好打啊 因为曹仁可以让你的装备不敢挂 锦囊没用 然后你看到这一 曹仁也会玩啊 曹仁看第一轮把孙权压到这么残了 结果反手 就没有聚首 想着第二轮再补一张沙坑带走 就孙权运气蛮好 最后磨到一张闪 曹仁打的也没有毛病啊 但是 因为孙权的回复能力确实是 有目共睹 虽然不如戒孙权 但是孙权本身也是个不弱的无奖 但不管怎么说每盒比孙权少一张 少一张牌那还是很难受的 这时候其实不好打了已经 但是正好又来一张 武蟹人机好像比较在一张 AK不在一加一马 不是很懂 说真的我不是很懂 一张我记得好像是直接一张火龙解决 但是 那又不是这几张火龙中的一张 一张南半解决战斗 没有任何毛病啊 正好是同一个人明眼的 我说实话以前也看 我以前也看过周小鱼的视频 我人清楚记得就是佛剑磨刀这个概念 一个说是寒冰剑 一个说是古丁刀嘛 把对面拔光之后再补成古丁刀 但是毕竟只是理想情况 我说正经的 你在打的时候一定要 最关键是明确你现在要干什么 比如这一把 你现在要明确 这个又把张楚奥乐上 又反联他的队友 你肯定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你就是想办法 怎么把这个队友偷偷地打死 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然后说过董白打张楚奥 就算死血庄楚奥 一样暴揍给你看 然后留两张无蟹 防止加以马被扒了 没有任何毛病啊 把张楚奥塞满了嘛 塞满之后就想怎么打怎么打 有一张这张杀不出 不是很懂 不过我猜到董白可能 下一轮就要把这张杀塞给张楚奥 反正让黑桃塞给了张楚奥 六张杀结束战斗 一损俱损 之前反正我说过 你要说谁打张楚奥最好打也就董白了 不过张楚奥每回就摸的三张牌中 如果他的杀不断 你又没摸不到具体的话 说实话有点尴尬啊 这时候只要我们就这样不停塞牌 等AK 因为他手上都是我们塞过的牌 又没有9什么的 他是不可能爆发的 这里我是董白我会把八卦装上 结束战斗 4张杀结束战斗 9杀都没 一样的 9杀 或者可以结束战斗 这有董白的能力 好本期素材就到此为止 打一把实战 而且我也只能打一把 说实话 实话属实有点尴尬啊 大家都问我今天为什么 这次活动不想办法弄老一点 也是我这次活动 东西 反正流言我也没有 我要他皮肤也没用 对吧 然后 选谁呢 选神兆云堵一下嘞 如果遇到一个流 我刚才想说 如果遇到一个流旗家 一个什么呢 就很尴尬 这个倒是还好 这样打这两个人 没有那么那么的难 就我现在就怕一点 我怕西日才先服我 这是我现在最怕的事情 就看嘞 我看西日才先服谁 先杀区一刀啊 我确认西日才 先确认一下西日才先服的是谁 如果真的是一张会回血的国家 那我是不怕你的 还是先服的趋翼啊 嗯 没毛病 也该先服趋翼 留着嘞 别死了 有西日才那就每回最多杀一刀 神兆云主 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没有那么 还是不尽人意啊 趋翼我猜这时候趋翼可能会反杀西日才一刀 嗯有套吃没毛病 主公之姓 我之姓也 没距离 哎呀你这趋翼还真是可怜的 看西日才怎么打 他要把我加一呢还是不能让他拔的 你拿随你拿什么 你想拿铜架也可以啊 那现在就反 那现在就想法就很简单了 拿拿拿都给你拿 我没有 我没有要的东西 现在就还是以西日才为突破口 就打西日才就行 没有必要打趋翼 我是不是用错啥了 我是不是用错补蟹了 一样的 方块无蟹和 红套无蟹本质上差 本质没有多大差别 不过打西日才就意味着这样加一马 基本上也不太可能保住了啊 他大概率会摸到 他大概率会判个黑 然后就给我拔了 考虑怎么打 趋翼自己吃了桃 所以西日才手上可能还有桃 先把桃子看里面拔一下 还真拔到了啊 杀一刀 杀一刀 西日才肯定会卖 但卖黑的话把我加一马拔了 那也没办法 没办法没办法 不过至少趋翼这要打我不能打凉血 再看下怎么打 就一刀啊 不要想不要弹 说打一刀就打一刀 趋翼这时候应该有顺什么 都会朝我动手 没毛病 九杀而已 就疼不了 你九杀西日才就不可能杀我 加上刚拆了西日才一张桃 说不定他手上的东西没那么多了 对吧 一张乐 乐也无所谓 我看你敢不敢扛我 不管怎么说还是有点难受 我怕趋翼手上有 我说实话我怕趋翼手上有无蟹 还是打无蟹手 趋翼手上要是有无蟹 只能说很尴尬 盾一装 其实才能杀一刀 他盼桃子也没办法 还好 这样区域打我也是两击血 反正区域打我都两击血了 不如吃一张桃子 这样可以少丢一张牌 他打我可以卖一张牌 整体倒是没那么亏 血斗 他趋翼手上还有无蟹 还有无蟹 换一张牌到时候还好 不好意思我东西还是蛮多的 我的牌还是蛮多的 这你放心 现在就看趋翼手上有多少张桃子 不然我不可能拉我 我还是 天呐我应该留一点防快牌的 这还得闪 用什么闪呢 就这两张牌吧 三五 不然我留着也没用啊 这两张牌 寒冰给你拔了 厉害 想法不错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火工资系了 又来一张加一 我想法其实挺简单的 我冰上他 这张拆都没拆到用啊我感觉 把吸着採手牌手牌一拆 果然趋翼手也无蟹 很好 没毛病啊 我有张朱雀雨扇 下午可以当沙一起打出去 刚才西日才打的那个 哦天呐 想法很美好啊 现实还是骨感了一点 就和他们手上谁又 谁又淘了 所以 但是我火工又不能打 这是我唯一一张防快牌了 才趋翼的 南蛮一开 看你们谁掉局了 果然不要叛飞 叛飞就肯定扒自己狮子 天呐 头大 看到拔自己狮子还是回去 把我的马 头大 但这也没办法吧 取一双甚至还有可能是一张桃子 看到拔什么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我要继续贯彻这个想法 只能说有一张红杀算我倒霉了 只能说有一张红杀算我倒霉了 只能说有一张红杀算我倒霉 天呐 天呐 哇 哇塞 运气还可以啊 属实运气好 一张乐 怎么打 一刀 两刀 好 好 这张他打我不可能打凉雪 除非你开五中好吧 你一张五中我行 你一张五中我一张顺我当场自立 厉害 这刀砍的倒是很响亮啊 你已经死了 还是直接伸过来一刀吧 地狱难度啊 神道云打赢了地狱 也不能说地狱难度吧 这要是遇上一个琉琪 一个接管雨 要翻组合那才是地狱难度 神道云的强度 说实话 我没有动皮啊 属实有点尴尬 在补一把上了 今天视频素材长度也不够 我觉得个人对精彩度也没有昨天那么满意 但说起来也很奇怪啊 昨天那把素材倒是蛮多人那个的 看用谁啊 基本上是小学云或者竹环没得跑了 大家想问小学云还是想问用竹环 竹环来 敢玩就敢玩了 刚刚这神兆云都能赢 为什么朱环我不能赢 不得不说刚刚那把是真的运气好 最后来了四分之一的盖云拿到了一张 就是牌贼棒 这牌很好 把鲁之就看鲁之跟中慧能不能配合起来 摸牌技能 我甚至想把摸牌技能跳了 这样鲁之不可能轻忠 看怎么打 留下三张手牌 不跳出牌技能 二三 杀鲁之一刀 没毛病 再反手给他一下 这样的话我三张牌中慧是四张牌 我至少鲁之不可能 你轻忠就得可能要给我了 拆还是拆的话我不用也没有毛病 这样他不敢轻忠啊 没毛病 看他不敢轻忠 我怎么打呢 哎呦 他杖把是个坏东西啊 下一轮把杖把拆掉 有一张拆也是有用的哦 看起来 厉害 决斗 决斗是没有想到的 不杀 不杀不像你啊大兄弟 博和拆桥 落伙 加仪没了 真就这么多决斗了 卧槽 你们两个这就有点过分了 我说正经的 乐住 没必要跳的 反正总是跳七排阶段结束的 反正总是跳七排阶段 然后打鲁之 摸牌也不跳 七排还是要跳的 给鲁之一下 我感觉这把可能打不赢了 可能打不赢了 这鲁之肯定是会给中会牌的 好牌真多呀 我可不想让你拿把我好牌拿走 你还真敢杀我啊 你不怕送牌 天哪 输了输了 这把输了 这运气有点 有点糟糕啊 一张 两张拆上来 直接 鸡鸡 头多大 对 都得忘了 还有这事呢 就撕海就不信了 免得他下回继续 继续选撕海 冰凉 两张一跳吧 还是跳一下 看能不能找一点好东西 就像这个 有就吃了嘞 反正对我而言留着也不会死嘛 不如让鲁之不敢轻忠 你胆子要挺他 中会你连就连吧 我你不能连 闪 没想到吧 好评 不愧是你 棒 就看中会什么牌了 借刀杀人 为什么不杀 有种别闪啊 有种别闪 我还怕你火攻呢 这一轮还要把鲁之打死有点难度啊 先杀鲁之一刀 看他闪不闪 你知道我刚想出什么吗 打错了打错了 这张青龙刀没换 这把已经输了 我刚想是 我刚才想法是 我打鲁之一滴血 打鲁之他如果不闪的话 就第二刀再砍 再砍中会 说不定 就这我可以把中会手牌一拔 他爽肯定有套 没有啊 倒是没想到 他想法 想法终究是想法嘛 一张火攻 一张决 甚至决斗都有可能 让我直接挂掉这时候 还好 打中会还是 寒冰是好东西 在我自己巩固的同时 还是要尽可能寒冰 把他的手牌拔掉 杀 该杀杀 该杀继续杀 只要真摸到决斗了 只能算我倒霉 气牌一跳就不要给他那个 他觉醒了之后 他有可能排异我 对我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赶紧给我摸几张桃子 还能打 盾一拆 盾拆不了 不给他 他我总是等着一波的 看着就难 还好耶 有一张酒上 有一张酒可以保下命 但是火 但是我要不谢啊 我现在特别怕火攻 一张火攻直接结束战斗 还好耶 你还知道攒牌不错 盾顺过来 顺过来 顺过来 太关键了 现在至少不怕火攻了 南蛮万剑 该防一手 然后该杀 压他的牌 还是得压 杀 杀 AK下了 左牌下了 七牌跳了 结束战斗 好东西来了 一样的 反正我牌留着也没什么用 不如下他的牌 我这么多杀了 留着有什么用 可以考虑佛剑魔刀了 等一张兵 造成一点伤害 可以打一刀 可以打一点伤害 因为他这时候没牌 打一点伤害是不亏的 你有种这时候 这一轮把两张牌都给我用掉 薄荷拆桥 薄荷拆桥 韩冰看来是没了 加一没了 也没毛病啊 你已经死了 你已经死了 你不知道的 再见 朱环强啊 没想这都能赢啊 没想到这都能赢 我是真没想到 那个男人果然不一样啊 结束图结束图 好 等技术来就到此为止啊 这个最后两把能赢 我是真没想到 赢的都 运气也不错 也挺惊险的 惊险刺激啊